瑞穗消防队从23号起一连三天 再送民生用水到奇美部落 解决族人用水的燃煤之急 而乡公所紧急编列进30万元的经费 抢先抢修工水 但是也仅能治标无法治本 部落族人尝试寻找多重的水源头饮水方式 以备不时之需 希望上级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真正改善部落的用水问题 周日村长蒋国雄 与乡公所金氏客人员巡查灾况后 乡公所也在今天紧急调派人力 将管线制裁 以人力飞运方式 徒步前往灾害地点进行抢修 原本要一个礼拜才有办法修复的 那目前今天早上已经把管线接好了 那现在准备要试水 瑞士乡骑美部落减一支来水水源集水区 山坡崩塌将近30公尺 大量石块泥土冲毁减水管线以及加压街头 乡公所也盖估大约要花上30万元经费来先行抢修 供族人宁身用水使用 也这几天一直在强通当中 在今天能够供应给部落 关于这个部分 希望在我们的施工的这个困难里面 工所能够稍微帮我们 担当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部分的这个难度 能够协助我们 未处部落十公里之遥的减水水源头 逢雨必断 当初部落族人也尝试寻找其他水源头被用 但碍于主客观因素影响下仍未成行 每年投注的灾损工程经费 仅能治标 部落族人深感可惜 今天来分给我们顶多是维修而已 因为政府正花这么多的钱 顶多维修 再维修再维修这样子 前面部落简易之来水缝水必断 甚至于季期间用水品质也堪律 部落族人期盼上级相关单位能重视 必其功于一意 永绝口患 记者十一欲栏 瑞瑟采访报道